12月12日,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,发言人马晓光表示,12月10日,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,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先生不幸辞世,中共中央台办,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,海协会会长张志军,以及原会长陈云林、陈德明等已向江先生亲属发了验电,表达深切哀悼和诚挚慰问。 江炳坤先生,坚持久而共识,反对台独,长期以来不辞辛劳,奔波两岸,为推进两岸经济及各领域的交流合作,推动两岸关系改善发展,但经节律,贡献良多。 特别是在先后担任国民党副主席,和海基会董事长期间,为国共两党关系改善,和推进两会制度化协商,并取得成果。 增进两岸同胞民生福祉,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,发挥了积极作用,做出了重要贡献,赢得了两岸同胞广泛赞誉和尊重。 哲人其伪,风范永存。 2018年,正值两岸三通开启十周年,马晓光表示,十年来,三通对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,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,起到重要作用。 十年来,两岸三通促进了两岸的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,实现了两岸的一日生活圈,极大的便利了两岸民众的往来。 那么广大台湾民众也从中受益,为增进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,促进心灵气和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同时,也充分说明,坚持九二共识,两岸交流合作就能够不断深入,两岸关系发展就有广况前景。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,就能得到维护和增进。 有台当局人士日前表示,乐见蓝营执政县市设立两岸工作小组,对此马晓光称。 对于两岸城市交流,我们最近一再表明,只要对两岸关系性质和两岸城市交流性质有正确的认知, 两岸城市交流合作就能够展现广阔的空间。 只要对台湾同胞力,只要对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有利,我们都会努力推动。